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睡觉从他长风 西地宿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汗 集信 朱氏大王归天了 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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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天 今日 叶律先生在此 我便给儿孙们留下嘱托 是我与今的战火 仍在燃烧 我心中已有想法 现在 金兵大军驻守在铜关 南举连山北县大河 南与公破 若我们假道与宋 而宋今世仇 必能许我 这样一来 今必会盲中有错 败于我蒙古 再者 就是这寒卫之事 你们几个礼 拖累最终我的心 他心地善良 为人直爽 是 但是这些优点 还不足以驾驭蒙古啊 茶河台 傅海 你 心情造极 心胸不够宏大 不懂情意而自 我 我 赐封地与你 和你大哥一样 好好地去 治理你的封国吧 傅海 我可谈 傅海 你有野心 这一点对国军来说 野心 是最大的优点 你接替寒卫之后 必定会历经图治 不会满足现在的功绩 今日 我将大寒的位子传给你 蒙古的未来 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凤寒 至于拖累 我家墨北的土地 和我蒙古七家的二十万精兵 交付于他 也算是对我这个人一准 有个交代 你 我累了 你们都下去吧 好 有点 你看看吗 没人 就 你就 你 有个有意儿 最选大 我得去 你 都不肯意 你 有点 我得去 我得去 你 你 你 我得去 你 一位合适的继承人 在我的子孙当中 忽必烈是一个人才 有机会的话 你们要给他好好地培养 你们记住 你们一定要将蒙古 宏图大战 我知道了 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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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富汗 富汗 大汗已经归天了 富汗 富汗 公元一二二七年 成吉思汗 并故于阿尔多斯 这位伟大的大汗 将他的汗位传给了三子窝阔台 后者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将继续为蒙古开疆拓土 成吉思汗过世已经八年 富汗 忽必烈慢慢走出了爷爷去世的悲伤情绪 这时正是他如日出生的年华 他的聪明才智 勇猛的性格令同辈佩服 大家都觉得 忽必烈是草原上的雄鹰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年 他在感情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阿里布哥 啊 忽必烈上哪儿去了 我哪儿知道啊 这还要问吗 肯定找他想好去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快看 快看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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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 你怎么才来啊 上哪去了 各位 逃马比赛马上开始 各位要将马群中的投马套住 在最短的时间内配上马鞍 驯服投马 方可赢得比赛 预备 开始 快 出过去 快 出过去 快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真太不公平了 欺负我年轻是吧 欺负你 走 走 工兵力 快上忙 快 快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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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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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韩 忽必烈 这次你趁我不再赢了 下回没这么好运气了 赶紧赢了再说吧 忽必烈表现不错 第一杯酒就赏给你 谢大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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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大家都锻炼得不错 照这个势头下去 咱们蒙古迟早会征服天下 你们有信心吗 有 有 大汗 我们已经养金蓄锐这么久了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呢 是啊 大汗 是啊大汗 这帮小子 早就按捺不住了 最近北方盗贼肆虐 谁愿去平定盗贼 大哥 咱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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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愿意孝拳把之力 忽必烈也愿意去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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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汗 就让这帮年轻人连连手吧 好 既然这样 大家务必做好准备 事无巨细 不准出差错 一个月以后出发 都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大汗 那我呢 你呀 给这些年轻人留点机会吧 好 好 贵友 你年纪最大 这次出兵就由你来领兵 谢富汗 儿臣一定竭尽全力 忽必烈 贵友 猛哥 序列乌 你们几个都是第一次出征打仗 把你们所学的本事都拿出来 给我看看 你们才是汉国以后的脊梁 是 大汗 大汗 那我呢 我呢 小子 等你再大几岁 有你哥哥们的本事了 再去战场杀敌也不迟 不是大汗 我也想像哥哥们一样 去消灭敌人 你也要消灭敌人哪 好啊 先把这个羊腿消灭掉再说吧 去吧你 去吧你 你干嘛呀 我 人家有家人相约 喝你的酒吧 喝你的酒吧 来 喝 今天我表现得怎么样 嗯 马马虎虎吧 你去吧 你去吧 马马虎虎 你 来 走 哎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就要上战场了 你就要上战场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只有打过仗 杀过敌人 才是真正的蒙古战士 你要是立了大功 那我怎么办啊 嗯 什么怎么办 你 你不想让我立功啊 你要是立了大功 就看不上我了 胡说 你在家里好好等着我 等我打完仗以后 我就回来娶你 这个你拿着 看到这把刀 就等于看到我 我等你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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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明天就要出发了 不要担心 我会平安回来的 doule 明天你就要出发了 我还给你做了件袍子 你试试 好 来 这个 太大了 我再给你改改 行了 你别麻了 只要明天 能让我看到你来送我就好 好 累不累 不累 狐狸 准备好了吗 好了好了 训练屋 快点 就等你了 快点 孩子们 俄极 俄极 来来来 把这个拿上 好 拿过了 拿上拿上 等饿的时候吃 你给我装的牛肉很多了 你看 你们都长大成人了 都可以上战场了 俄极 您也不想想 我们是谁的儿子 早晚有一天 我们都要上战场的 是啊俄极 这可是俄极亲手喂咱们烤的饼啊 全都拿上 全都拿上 我拿 我拿 来来来 往里抓 往里抓 俄极 我全拿了 我先走了啊 快点啊 就你会说话 怪不得俄极最疼你 我拿 我把这饼都吃了 我走了 俄极 儿子 小心啊 俄极 您放心吧 您放心吧 等我们凯旋回来 还有这边儿呢 走了 给你袍子 你这是干什么 我是怕 再也见不到你了 别说晦气话 你看 你看 我这身铠甲 好看吗 真好看 护必烈吗 我们要出发了 我该走了 护必烈 护必烈 等着我 等着我回来娶你 我一定等着你 大汉 收到消息 最近西南达兰卡拉 屡次在边境劫掠牧民 似乎有发兵我蒙古的意象 大汗 我们不如 顺道先收了这个小地方 免得日后 生出祸断 达兰卡拉 这样的小地方 不值得我们兴师动众 再说 我刚下令派兵去扫平盗贼 如果 我们兵分两路去攻打 我们的势力必定薄弱 军队势必泄气 那大汗的意思是 我们学学汉人的办法 他们为了联合他国 不是喜欢搞通婚这一套吗 选个女孩 嫁过去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大汗高见 大飞啊 大汗 这件小事 就交给你了 是 大汗 什么 让我嫁给谁 大汗 要把你许配给 达兰卡拉的王子 为什么会是我 大汗的命令 还要马上启程 这 这也是好事啊 父亲 我求你 我不要嫁 你说什么呢 这是大汗的命令 怎么能违抗 父亲 您知道女儿的心中 已经有了别人 女儿啊 你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大汗 阿兰卡拉 也是为了我们蒙古 尽自己的一份力 那里的王子 肯定也不会亏待你的 这么说 一点不去的希望 都没有了 伊娜小姐 要带走的物品 都打点好了 衣服用品都是新的 看你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要带 我们这就去准备 嗯 别难过了 把东西准备好 啊 好 俩 好 而且 嗯 嘶 四 快点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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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前方五十里发现盗贼 好 这次战斗情况虽然不复杂 但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呢 我自有安排 口端 徐烈屋 在 你们带一千人 从左路包抄 是 猛哥 在 你带一千人 从右路包抄 是 狐狸烈 在 我们两个 从中路进击 是 出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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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你们来 贵有 前方的提琴还没弄明白 咱们等另外两个军来了一块进攻 这些乌合之众必定没有抵抗之力 如果你怕的话 就留在后头 我先走了 驾 跪游 这几个小猫贼 准备战斗 好多大贼 我们被包围了 走 冲 走 怎么样 没事吧 狐冰林 这次算我欠你的 别说这么多了 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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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赶紧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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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撤 撤 来来来 大家一起喝酒 走 大航万岁 大航万岁 坐下 大哥 下次打仗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我 好啊 下次打仗我做主帅 你就做先锋 好 别 拓雷 你可是生了几个好儿子啊 啊 切大汗夸奖 吴必烈 猛哥 徐烈乌 扩端 挺赏 此次出征 吴必烈应当记手工 我决定赏金千两 不许犯 令赐牛羊三百 猛哥 序列乌和库端 你们也功不可没 各赏赐牛羊五百 谢大汗 以后你们要好好努力 再立战功 退下 来 两个 四哥 大汗 其实这次出征 桂游指挥的也不错 是不是也 桂游差点筑成大错 不罚他已经不错了 还想要赏赐 大汗 桂游是头一次带兵 就是急躁了些 您看大家 今天这么高兴 您又何必呢 是啊 大王子年纪尚轻 还是古离为好啊 好吧 既然大家都求情 那就也赏赐你牛羊五百 希望你 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嗯 谢福涵 桂游达 来 拜见大汗 你虽然没到前线 但我蒙古铁骑天下无双 你这个马官功不可没啊 我赏赐你牛羊百头 谢大汗 退下吧 来 来 来 四哥 来 满上满上 来 来 到上 来 赵哥 来 小黑呀小黑 八年前 我放走了追风 你为他 只有伟大的成吉思汗 才能配齐 大汗被长生天呼唤了 他留在我这里 是孤独的 你是伊娜悉心照顾 我全力培养的良局 你哪说 要亲手将你送给草原的兄弟 他心爱的胡碧烈 没想到 你哪 这把亲 一直陪在你身边 现在 我就把它一起烧给你 你 这是干什么 忽必烈王子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 我的伊娜呢 我的伊娜呢 快说 伊娜呢 他自杀了 你 你 自杀了 你说什么 自杀了 为什么 汉大飞 要把伊娜 嫁给达兰卡拉的王子 伊娜说 要等你回来 可我们赶到西边的时候 他已经 我的伊娜 韩大飞 你们先下去 我有话跟大飞说 我还以为是谁呢 这么没规矩 原来是我的好侄子 为什么要逼死伊娜 说 狐必烈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 四王子 有话好好说呢 闭嘴 我好心想给他找个好婆家 我怎么是逼他呢 伊娜一直和我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逼他嫁给别人 怎么 伊娜是你的心上人啊 这我还真不知道 赫林城内谁不知道 我的儿子喜欢谁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你跟谁相好啊 再说了 这门亲事可是大汗同意的 我们也不能违背大汗的意思 四王子 我 你听我说吧 一定是你这只老狐狸出的鬼主意 你不 伊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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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呀 伊娜 伊娜这么善良的人 却被你给逼死了 你的心肠是被狗给吃了 你就不怕成圣前来惩罚你 有了 你太放肆了 论家族 我是你的长辈 你还要管我叫一声婶婶 论国家 我的丈夫是大汗 你是臣子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一下犯上 你知不知道这是要杀头的 大飞 怎么了 胡斌烈 你这是怎么了 我急 他把我的伊娜给逼死了 什么 他 文哥 不管怎么样 你们都不能这样跟大飞说话 知道吗 天宁 你要好好管教你这几个儿子 诶 về 对 你 你 所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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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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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